因為是第三次上課 理論上你們可以在教學論壇裡面 可以看到每次上課的內容 包含就是說這個上課 因為有同學是貼了一個 不知道這什麼意思我搞不懂 因為這邊貼了一個Email信箱 如果貼這個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假設是貼這個 要做什麼事可以再告訴我一下 這是說要改Email還是怎麼樣 至少要寫一下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主要有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把計算BMI 還有評語的部分把它完成 當然我們是參考 Google搜尋BMI 會有個BMI的計算器 裡面提供給我們一個公式 公式的部分就是什麼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取得BMI BMI的值是否正確 當然上面它有一個標準 我記得好像總共是有六個 等於是六個就是區段 然後呢也就是六種的邏輯判斷 不外乎就是什麼 要不然就過輕嘛 要不然就標準 要不然就是過重 那過重也有分成好幾種 這邊有一點輕微過重 然後有什麼過胖有沒有 甚至是重度肥胖等等的 那當然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第一個當然把BMI計算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 把邏輯判斷寫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把最後的結果 格式化輸出 基本上我們處理一些事情 不外乎大概這幾個步驟 有沒有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把上課所學的 就是融入到你工作裡面的話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工作上面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場 那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把這東西學好了 盡量還是能夠在工作上 或者在生活上 反正你隨時都可以盡量去使用它 用久了之後你慢慢會熟練 因為像這種東西 一定要常用才會熟悉 千萬不要就是你今天上課的時候 才把它打開 打開然後呢 下課之後就再不碰它 那這樣我是覺得 如果你是這樣的 很快應該就忘光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東西一定要熟練 我覺得像應用類的東西 一定要把它熟練 所以要想辦法讓它盡量熟練 然後盡量找事情 把它去做練習 所以呢 前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用到一個格式化 格式化呢 這邊我用到Format 格式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數 那我前面一直強調 那個Format的這個函數很重要 它有點像Excel裡面的那個格式化 有沒有 你比如說你要把那個資料格式化成 小數點第二位 但是因為Excel它的好處是 它是一個圖形化的工具 就是你用滑鼠鍵盤能夠點點選選 但是Python當然跟你這個比起來的話 就是它沒有界面 有沒有 所以你所有溝通都必須要透過程式 這比較麻煩一點 也就是簡單的事情 你還是要寫程式才OK 所以如果像格式化這件事情 那你就必須要引用Format這個函數 所以比較格式化到小數點第二位 那要怎麼去操作 恐怕這一點 請各位一定要務必熟悉 如果你熟悉的話 那以後你要格式化資料就簡單了 但是你不會 或者不熟 或者你做過了 像上禮拜你做過了 但我想應該 很多同學應該都忘了差不多了 叫你現在馬上打出來 你看應該很多人應該會有問題的 所以馬上考試 考那個BMI把它寫出來 那應該很多人會想 應該會投降吧 OK 不過是這樣啦 應該也好 程式是這樣啦 最重要的是把它寫出來 就這樣這麼一回事 如果你會就表示你寫得出來 你不會就表示你寫不出來 那沒有那個會一半的 有沒有 而且有些同學一邊一寫 一邊有BUG 那有BUG的話 其實也不等於是你會 所以其實我講過程式一定要100分 一個地方 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錯 那也算是錯 OK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上禮拜還有講到什麼 增加 這個 去除放行 放行的話 就是其實print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就是 再多講一個4回圈 4回圈相當相當重要 因為回圈的話 其實簡單這樣講 就是處理那個重複的動作 看你要重複幾次 如果你要一個重複的次數範圍的話 那你用4回圈 可是如果假設 你可能不是一個範圍 你是一個邏輯判斷 當什麼情況下 為初 後面邏輯為初 那就執行 為force 那就不執行 那那個就可能要用那個 快爾回圈了 不過用起來的話 我自己的習慣 我還是比較喜歡用4回圈 為什麼? 因為4回圈裡面 你可以範圍可以加大 比如說我不確定跑幾次 但是我可能大概 頂多是1000次好了 那我就讓它跑1000次 中間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其實跟快爾回圈寫法 其實結果會是一樣的 所以有的時候 甚至快爾回圈都不會寫 沒關係 一個會4回圈就好了 也就是說有時候程式 不是說你全部都一定要 每個地方都要會 才要會 有的時候 我自己個人覺得 你要自己有一套自己習慣的寫法 然後不要寫錯 就是一個好的寫法 所以特別注意 每個人寫出來的程式 或多或少會有點不一樣 這是允許的 不是說每個人程式都要寫一模一樣 沒這回事 OK 所以 至於要怎麼去把這些 講到的規則 熟悉之後做變化 這點可能要各位要稍微思考一下 OK 那其實我覺得 程式有趣的地方也在這裡 其實我還是一直強調 學這東西盡量還是有趣 OK 那為什麼要能夠有趣 真的能夠發揮效用 而且能夠真的讓你工作上得到幫助 我是覺得提高效率 讓你節省時間 這樣的話相對你會覺得學的很有趣 但如果你學這些沒有用的話 那你當然會覺得很無聊 學這東西幹嘛 OK 那你會發現現在到處都需要程式 為什麼 因為說真的很多事情 沒有人喜歡塗法煉鋼 每天重複每天重複 但是寫完程式醫療永逸 你為什麼不把程式寫書就好了 可是問題 發現很多人就是 一來就不想學程式 但是又想要醫療永逸 這應該 這兩個是兩極的 你又 就不想賺錢 但是又想要成為富翁 這根本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我是覺得 不然你就是既然學了 你們報了這個課 你就好好學 哪一天會突然變得程式很厲害 一定要累積 沒有人突然說 噢 頓悟的神童嗎 不可能嗎 OK 所以慢慢累積 累積多了之後 你就知道該怎麼寫 當然我也不可能 像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不可能一下馬上很厲害 那我累積多久 我可能學了這東西 我學了30年 對不對 程式我可能學了30年 而且我一直到現在還在學習 為什麼因為還有新的東西出來 那還是要繼續學習 OK 反正就把這個 學這東西當成是一種習慣 OK 每天update一點東西 OK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說 再用那個 這個step 去判斷什麼呢 所以後面1加到99 另外我們有一個變化題 就是說 把基數 1到99的基數加在一起 結果print出來 然後偶數呢 加在一起 print出來 所以這一題 回去 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回去練習看看 所以講過的題目 我是建議 你自己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找一個時間 就把程式重寫過 盡可能就是說 不要看答案 不要看我寫的 因為你有時候 你看我寫的 有時候會被我的框框給框住了 你以後就跳不出來 所以盡可能的 沒關係你可以重新思考 重新寫 寫跟我不一樣的東西也沒有關係 哪一個方法比較好 我覺得你就是自己思考過 因為自己思考過的是最紮實的 OK 因為你思考過了嘛 你就很直覺 以後就這樣寫就好了 就像我也是一樣 我哪怕我是參考別人的程式嘛 我一定還要重寫 因為如果用別人的東西 怎麼樣我就是不習慣 所以後來我 我即便參考別人的程式 我大概知道他的邏輯 我重寫過 為什麼 因為不重寫 說真的那不是我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上面 雲端上面所有程式 都是我自己重寫過的 絕對沒有是別人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別人的 我上課一定不順暢 因為我真的 我以前也會習慣性的用廠商 比如說有一些題目 廠商會給我們一些Sample Code 有沒有 答案檔 那其實我上起來 我就覺得好考 這根本 因為我根本不會這樣寫 所以我怎麼講 我都覺得怪怪的 最後的話 我乾脆重寫 重寫之後我發現 哇上起來好順暢 為什麼 因為這都是你的 你會發現一看就知道 是你自己寫的 所以是你寫的 跟不是你寫的 你會覺得差距還蠻大的 OK 有沒有那種親切感 有沒有 自己生的小孩 看就知道這是自己生的 對不對 自己的小孩 對不對 怎麼樣他就會有你的影子 對不對 那不是你寫的 不是你的小孩 你會覺得 感覺好像就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OK 反正這個是一個舉例 OK 那上禮拜影片 雲南上這邊也有 所以回去 請各位 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把你可能比較不熟的部分 稍微再看過 像我剛剛講的東西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那個地方 好像 我已經忘了差不多了 比如說那個 1加到99 還有1加到99的奇數跟偶數 還有99成法表 你假如其中有一個不太會寫 那沒關係 你把影片上會看一下 OK 然後自己重寫 看看能不能寫得出來 好 如果可以寫得出來 那你過關 那你後面的程式 你就會覺得 越來越簡單的 越來越寫得出來 但是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後面會覺得越來越困難 因為 你永遠都在超 超程式 超我的程式而已 那個程式永遠不會變成你的 OK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有點是 像爬山一樣 你一定要親力親為 沒有人說直接搭直升機上去 那它畢竟還是搭直升機 不是你自己親自爬的 OK 好 那所以今天的話 接下來來看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最後是講到這個 就是把99成法表 給這個做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99成法表 其實當然你第一個 你要怎麼樣做這樣 其實你光看到這個程式 光看到這個輸出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頭痛 那其實呢 比較重要就是 其實我們這邊 基本上就是先做一個 這個有點像是工廠裡面的 其中一個sample 但是呢 這個其中一個sample 裡面有哪些地方會改變 會改變的就是前面這個數字 跟後面這個數字 還有最後就是相乘的結果 OK 有三個地方 所以喔 這個就是變數 那我們只要產生這個變數 然後給它規則 把它套用上去 結果就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你要思考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要需要兩個回圈 那將來會不會用到 當然會用到 因為表格不就是欄跟列 欄跟列不是兩個變數 對不對 哪一欄哪一列嘛 所以其實喔 像這樣的一個99成法表 其實將來你在套用 表格資料的時候 或者像資料表資料 或者像Excel資料的話 其實通常會用兩個 兩個回圈 也是二維的 二維的正列 所以其實特別注意喔 這個範例還蠻重要的 因為將來套用就會這樣套用 那如果你覺得他要寫不出來 你將來要套用表格 就一定會有問題 因為你比較沒有那種 二維的概念 OK 所以最後這邊有個換行 所以這邊不是 每個後面就有個TAB TAB是反斜線T嘛 那最後面這邊是PRINT PRINT的話你可以直接PRINT 或者反斜線N也可以啦 OK 那就是輸出一個反斜線N就換好 那或者用PRINT 所以上個禮拜寫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 前面的這個數字是用I來代替 後面的這個數字的話 是用J來代替 然後相乘的結果 I乘上J嘛 那我們前面其實 像這種比較複雜的 你其實可以拆兩階段 第一階段先輸出一列 有沒有 先去把J的部分先做出來 有沒有 然後再去做I的部分 那兩個結合在一起 這就可以輸出了 OK 應該開運一下吧 所以我們其實最後的程式碼 就在這邊 雲端上也有啦 就是先做J 然後1到9 所以Range 1到10 那1到10的話 實際上就是1到9 因為10的話是STOP 就停下來 所以1到9 所以J裡面的值就是1到9 然後呢 就把它丟在這邊 記得要轉型 然後就是 1乘上1 1等於兩個相承 還有一個TAB 另外的話呢 因為 Printer本身會換行 所以我們這邊有加了一個 去除換行的一個敘述 痘點UND等於沒有東西 就是清除那個換行 有沒有 所以一個一個 然後第二階段才是什麼 再加一個 這個forJ的回圈 forI的回圈 forI的回圈的話 就是也是1到9 那只是說最後的話 會有換行的問題 因為每輸出一列 所以 需要換行 所以呢 我們會在程式裡面 這個最後面 再加一個什麼 Printer 而且 這個Printer的位置 記得一定要是在 跟那個forJ同一接 OK 你不能放裡面 如果你放在裡面的話 它變成說 每輸出一個就換行 每輸出一個就換行 所以特別注意 它的位置 也特別要注意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1到 這個9的存法表給輸出了 不過呢 最後有一個問題 你會發現 在我們撰寫程式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那個 就是變數呢 假設它是一個數字 一個數字嘛 那你必須怎麼樣 假設你這個數字 要跟一個文字串接的時候 那用加號 那它會需要轉型 但是你會發現 像這邊呢 總共的話 有I跟J 然後I乘J 那你變成要轉型三次 那這裡其實你會發現 哇 轉型就很麻煩 而且將來 可能還有更多地方 會需要不斷轉型 那如果不斷轉型的話 我上面有提過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format 來做格式化 那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把格式跟資料分開 格式先寫 然後再把資料倒進去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這個寫出來的程式 閱讀性比較高 另外的話 你也比較好寫 所以format 我想過了 很重要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上個禮拜 這個九折整法表 稍微複習一下 然後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 後面的範例 所以再來第三個單元 九折整法表 後面我們再來看其他的 包含就是說 輸出信號 或者是輸出什麼 等腰三角形 信號可以輸出三角形 然後另外的話 可以輸出直角三角形 可以倒過來 然後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加空白 然後可以再加什麼 等腰三角形 然後呢 還可以再兩個等腰三角形 甚至的話呢 你還可以再輸出 一顆葉蛋素 可不可以 那你絕對可以 只是說呢 這可能自己再想想看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來思考一下 如何透過後迴圈 幫我們完成 這個後面的幾個輸出需求 先試試看